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的一切奋斗 一切牺牲 一切创造 归结起来 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中国共产党 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与人民修齐与共 生死相依 没有任何自己特出的利益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 任何权势集团 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 同中国人民分隔开来 对立起来的企图 都是绝不会得逞的 九千五百多万中国共产党人 不答应 十四亿多中国人民 也不答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